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啦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 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家人 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說一下 孕婦竹腿抽筋的問題 謝謝 袁醫生,孕婦的肚子這麼大 很容易,腳很累 是否令到血液不循環 就容易抽筋呢? 當然是其中一個原因 主要是血液循環會變差 因為壓力大 還有我們荷爾蒙的改變 還有我們抗蜜炎的不足 因為孕婦需要的抗蜜炎是多很多 譬如鈣和尾 這個缺乏也會導致我們 腳和小腿容易抽筋 還有呢,嬰兒在肚子裡 在下腹上壓著壓著 當然會令到這個抽筋更差 我知道一般人 年紀大一點都很容易有這個問題 主要是剛才所說的 血液循環的問題 鈣的不足 一般人一抽筋會怎樣? 馬上跳起床 腳踩直去 有些做法 就叫你平日 臨訓之前 做拉筋 小腿拉筋 通常就是 人們面向著牆 或者門口 腳筋墊地 向前彎的腰 腰 小腿的筋便拉緊了 這是一種建議 可以做這個方法 好了,在治療方面 在孕婦遇到這個情況 我也是建議 吃多些海草的食物 葉綠素的食物 除了菠菜 菠菜 因為菠菜會搶走這些鈣 黃豆類 還有吃多些乳酪 因為乳酪裡面 始終都是鈣會比較多些少的 好了,那什麼食物 不要禁忌呢? 咖啡因重的食物 酒精 高糖類的食物 因為糖分會怎樣? 會剝走我們身體的抗物鹽 糖的問題就是這樣 好了,在一個特別的處方裡面 就是鈣味 就是在孕婦裡面 我差不多是最基本的 成養補充劑 除了葉酸 因為葉酸可能會不足 可能導致脊椎的成長出現缺陷 那很多時候是鈣和尾 因為那時候需求特別多 雖然都是500mg 那個鈣 加250mg 尾,一日兩次 這個會幫助我們減低 我們那個肌肉抽筋的症狀 在糖尾療法方面 有那個鈣化尾 這個是一個很安全的工具 幫助那個抽筋 尤其是抽筋 是用葉酵會舒服的 就是抽筋的時候 用葉酵、臘毛巾 會舒服一點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糖尾療法的療劑 那還有一個療劑 尤其是當你抽筋 是一個腳趾抽筋 就是腳趾小腿 尤其是腳趾抽筋很厲害 我就用一個什麼療劑呢 就是一個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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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酮這個療劑 那一般人 如果是遇到這些小腿抽筋 腳趾抽筋 酮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好了 那孕婦呢 需要多種營養素 維他命 在我們的診所 我們經常用一種 是一個很好的濃縮食物 叫做Catalene Catalene是Stand-up Process 在美國的第一間營養補充公司 是 產品公司 那它早期的產品 只剩下一個獨菇一味 就是Catalene 它有自己的農場 在威斯康辛 有自己的農場 我每次的早餐 每次的早餐 每個早餐 我都會喝這件事 還有就是B杂 B杂 B杂是幫助我們 加強我們 神經和肌肉的功能 所以維他命B杂 用50mg的B杂 也有幫助到的 還有就是魚油 魚油裡面 400mg 每一天 會供應我們必需要的脂肪酸 亦都是幫助加強我們血液的循環 除了魚油之外 有其他的必需要的脂肪酸 包括魚腱草油 還有Beryl чи黑加仑子油 這些通常是對女性特別有幫助的 乳劍草油 黑加仑子油 還有Beryl 除此之外 我們都可以用按摩 一般來說 按摩會减低抽筋的機會 平常也會做多些的運動 最簡單的運動就是走路 还有简单的游泳 如果是热会帮助的地方 都可以用热敷 热水袋敷 入口那只脚可以尽量浪起它 不要些血就聚在那里 令到血可以帮助血回流回身体那里 除此之外 我和大家最近介绍 有一种叫微循环系统的治疗 这个治疗 我觉得是什么问题都可以帮得到的 最近他们用在一些眼疾 例如黄斑病变 那个青光眼 这些其实是很难处理的 在西医那里全部都是治病不治管的 也往往都没有什么成效 结果黄斑病变 是导致这些眼盲的最主要原因 其实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微循环系统差而已 所以我这个新的仪器 在这方面 我们现在很多病人开始用了 这个比较新的工具 效果是非常之惊人的 所以人苦的腿脚的抽筋 其实是有很多很简单有效的工具可以处理得到的 谢谢 谢谢袁医生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回诊25773798 可爱的听众也可以用Skype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医生网上回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氯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讯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床二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